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重磅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根据Freddie Mac的报告 今日的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较半年前有了显著的下降 虽然短期内小幅上升 但这对于期贷利率下降的人来说 可能会感到些许挫折 接着,我们看到澳洲的租金价格飙升到了历史新高 使得租户不得不迁移到首都城市的边缘地带 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无疑加重了生活的负担 最后,让我们来听听投资大师巴菲特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 他认为AI既有巨大的利益 也隐藏着不小的风险 尤其是在诈骗方面可能成为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行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和居住环境的多面性 从抵押贷款的变化 战后住宅的创新到澳洲租金的飙升 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市场的实时动态 也揭示了人们对于居住条件的持续需求和挑战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截至2024年5月6日的抵押贷款利率 与6个月前相比 有了显著的下降 然而,根据弗雷迪麦克的数据 30年期固定利率上升了5个基点 而15年期固定利率上升了3个基点 这些增长虽然相对较小 但对于许多原本期待在2024年看到利率下降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种挫败感 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购房者的心态 也可能对房地产市场的整体走势产生深远影响 在BBC的一篇报道中 我们被带回到二战结束后的英国 当时政府为了替代在布里兹大轰炸中被摧毁的住房 建造了数千座预制房屋 这种建造方式原本被视为一种临时解决方案 直到可以建造传统住宅为止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许多这样的房屋今天仍在使用中 文章还谈到了战时家具配给制度 以及政府为新成立的家庭和那些失去家园的人 提供负担得起的家具的计划 这不仅展示了战后社会重建的奋斗 也反映了创新住宅解决方案的长期影响 澳洲的租金价格则是另一个故事 根据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 澳洲的租金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 全国平均租金现在为627澳元约合456美元 这迫使租户进一步向首都城市的外围地区迁移 从2024年开始 年租金增长开始加速 现在的租金比去年同期高出8.5% 根据CoreLogic的最新数据 这种增长在澳洲的区域和城市外围地区最为明显 在过去一年中 珀斯的租金市场见证了所有首都城市中最高的年度租金增长 自疫情开始以来的租值上涨幅度近60% 这些报道总体上揭示了全球范围内关于居住条件的多样化挑战 从抵押贷款利率的唯妙变化到战后住宅的创新应对 再到租金价格的飞速增长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市场的动态变化 也凸显了对于可持续和负担得起的住宅解决方案的持续需求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的加速 这些问题将继续是未来几年内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澳大利亚的赛杜纳 Satuna 社区面临的酒精相关问题 正会制出一幅令人忧虑的画面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当地商家对新实施的酒精限制措施感到失望 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足以解决社区内的酒精相关问题 新的限制措施旨在减少酒精相关的伤害 禁止上午销售加强酒、散装酒和烈酒 但商家担心人们将继续非法获取酒精 这些限制将收效甚微 此外 Satuna还面临着住房和就业挑战 这些问题阻碍了社区脆弱成员 参与经济活动 在另一篇报道中 雅虎美国对Record Ego 一篇文章的错误陈述进行了澄清 原文错误地指出了 用于永久性支持性住房的资金来源 实际上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确实资助了永久性支持性住房 此外 文章还错误地描述了 联盟计划和一个 针对长期无家可归者的新项目的细节 HUD资助的联盟计划 确实包括租金援助 而新项目则补充了 为接受MISTA券的长期无家可归者 提供的私人资助资源 在全国性的住房危机加剧的背景下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了一个 关于房东如何帮助逃离 家庭暴力的人们的服务 这场危机给本 已经在努力维持运转的避难所和安全屋 带来了更多压力 支持服务表示 这阻碍了保护妇女安全所需的系统运作 这一服务认为 房东可以发挥作用 为逃离家庭暴力的人们提供急需的避难所 从塞杜纳社区的酒精问题 到全国性的住房危机 再到对无家可归者的支持 这些报道揭示了社会的多个层面上 急需解决的问题 社区和政府机构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福祉 无论是通过更有效的酒精限制措施 还是为逃离家庭暴力的人们提供安全的避难所 或是通过纠正资讯错误 以确保正确的支持和资源得以实施 所有这些努力都体现了社会 对于改变现状的迫切需求 塞杜纳的商家和社区成员 对于酒精限制措施的效果持怀疑态度 这反映出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如何有效的解决酒精滥用问题 同时支持那些因此而受到影响的社区成员 而对于住房危机和无家可归者的支持 正确的资讯和资源配置至关重要 这不仅关乎个人的福祉 更关乎整个社区的健康和发展 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 希望能够为这些挑战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社区成员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 在澳大利亚一场关于是否应将一片空旷的高尔夫球场 转变为住房供应地的辩论 正激烈上演 折射出该国日益严峻的住房危机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房主A.Durian和Glan Pearson 加入了一个超过700名邻居的团体 共同对抗一项提议将黄金海岸的优质土地开发为住户区的计划 这场争议可能会促使州政府动用规划法下的特殊权利 即所谓的部长及干预权来推翻该开发计划的拒绝 这一事件不仅凸显了社区团体 市政会 开发商 律师和规划师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反映出在缓解住房危机方面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人工智能 AI的发展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该公司的CEO沃伦巴菲特对AI表达了复杂的情绪 据Yahoo US报道 巴菲特认为 AI既有巨大的利益潜力 也存在极大的危害风险 他分享了一次个人经历 一种使用AI技术制作的 看起来和听起来都与他极为相似的虚拟形象 让他深感震惊 这个虚拟形象甚至能以巴菲特的声音和风格发表讲话 以至于连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难以辨认出真伪 巴菲特警告说 当考虑到利用AI进行诈骗的潜力时 我们必须认识到 诈骗可能会成为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故事 实际上都触及了技术和发展对社会的深远影响 在澳大利亚 人们对如何平衡发展需求和社区利益的讨论 反映出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 保护居民权益的挑战 而巴菲特对AI的看法则提醒我们 在技术进步带来巨大益处的同时 也必须警惕其潜在的负面影响 无论是在住房开发还是AI应用的讨论中 一个共同的主题浮现出来 在追求创新和进步的道路上 如何找到平衡 确保技术服务于人类的最佳利益 而不是成为我们的负担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